什么,我竟然被千万粉丝的大主播发私信威胁了,竟然还要起诉我 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去年 当时呢,我还在工作,收到了这样一条私信 是一个千万粉大主播发给我的 上面写着,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恶意诋毁抹黑我的言论 转发观看超过100万次 我们已经在收集证据,准备起诉你 已经是成年人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后续呢,该主播也加了我的联系方式 期间,用着我发视频,侵犯他权益的语气对我进行威胁 首先呢,他要起诉我 其次呢,要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是的,那时候我只是刚刚开始做紧密视频 对待自己看到的无良视频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我从未想过我的视频会影响到什么 又或者会破坏别人的形象 我从事之中呢,说的都是真话 而且全部都是事实 因为是事实,所以某些大主播就不想被你们看到 每个主播啊,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人设 一旦人设被打破呢 就会破坏自己在粉丝心目中的形象 同时也可能会带起节奏 而我当时发的视频 的确影响到了该主播正常的直播 他一开直播呢,直播间都是刷我的名字的 然后呢,还有很多喷他的 也导致他的直播收益严重降低 说白了,就是影响到了他的利益 毕竟我当时还是个新人啊,宝主 也不想涉及法律啥的 他要真的起诉我,可能我也承担不起 毕竟人家几千万的粉丝 肯定不差钱啊 于是在和该主播的协商下呢 我选择了妥协,删除了所有关于他的作品 本以为该事件就此结束了 可是后续我的XG视频平台账号 每个月都收到了限流和降低视频收益 有人和我说,其背后就是这个大主播在向平台反映 说我发视频在诋毁他的人设 故意给我限流 这期视频啊,我没说这个大主播是谁 也希望大家不要乱猜了 你们猜的都不对 其次,如果你看到了我这个作品 希望你可以高抬贵手 我只是一个小作者,给我一条活路 谢谢了 我是07号,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